如果你经常有背疼,后背经常发凉,后背酸沉发紧,该怎么治呢? 今天崔医生告诉你,其实关于后背痛,大家表现都不一样。 有些人是后背麻木疼痛,有些人是后背发凉,风一吹就特别刺痛,而且晚上睡觉不敢侧身。 有些人是早上五六点钟,还没起床的时候,后背会酸痛。 有些人是后背热痛,那面对不同的背痛,我们该怎么治呢? 今天就和你讲个明白,治好它。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情况,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僵硬,感觉就像背了一块木板一样, 并且还会牵扯到颈椎,肩甲背的疼痛。 见风见凉,症状就会加重,而且后背不敢吹空调,晚上睡觉也只能平躺,要不然后背受了风就受不了。 舌头伸出来,舌苔是白的,这种多半就是寒湿清晰引起的后背疼痛。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本身的正气不足,体质偏于虚弱, 这样才会容易感受外界的风寒湿蟹,抵抗能力比较弱。 寒湿进来就会出现各种症状,这种一般就是风寒湿蟹清晰了,后背的太阳精导致的。 中医呢,有一句话叫做寒凝血淤,血淤了气血就不流通了,我们常说不痛则痛,所以就出现了后背的疼痛。 那像这种寒湿清晰的后背疼痛,该怎么解决呢? 这时候呢,我们不仅要散寒趋湿,还要补足正气。 第二种情况,如果你背部呢,经常出现酸痛,有时候还会感觉麻木,像过电一样的麻木。 半夜的时候呢,会加重,起床活动后,症状会有所减轻。 舌胎呢,舌质是比较暗子,有余点。 所以说,合起来我们就说,这是七次血淤引起的背痛。 这种背痛呢,多发生在老年人或者是久病体弱的人群身上。 这类人群呢,气血虚少,气无力推动血型,所以气血呢,就会出现淤脂。 老师经过湿痒,背部就出现了这种酸痛。 该怎么办呢? 这时候我们既要补气阳血,又要活血化运。 接着呢,我们来说第三种情况。 如果你总是感觉脊柱这个部位,脊柱的部位很不舒服,出现后背怕冷的情况。 另外呢,脊柱啊,容易变形侧弯。 舌头呢,伸出来是舌蛋太白的,这说明没有热。 这种呢,多半就是阳虚导致的后背腾动。 中医上讲呢,背为阳,腹为阴。 特别是背部呢,还有肚脉,煮一身的阳气。 这个肚脉的阳气呢,来源我们的肾阳。 啊,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肾阳虚导致的后背腾动。 这是我们要温阳通都脉。 还有第四种情况啊,如果你后背呢,经常热痛,或者是某一个位置呢,有刺痛。 这种呢,要考虑是不是脏腹的一些病变引起了。 我们常说呢,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呢,会引起后背的放射性疼痛。 另外呢,反流性食管炎也会引起后背的热痛。 还有一些肝胆的疾病也会引起后背的疼痛。 这时候呢,我建议您去医院做个检查,再具体治疗。 那么,你的后背疼痛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? 那么,你的后背疼痛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?